孙女士是杭州万荣城四号公寓楼的业主 已经住了三年 她拿出了当初签物业协议时付的一本生活服务手册 其中写明车位服务费120块钱每个每月 没有约定期限 这本手册没有公章也没有签名 不过在费用明细下面 写明了物业公司的收款账户 孙女士说 这些年停车费用一直按照每个月120块钱再交 最近物业说要涨价 孙女士等业主提供了一张照片 内容是一份启动收费通知 其中写明长租车位500块钱每个每月 有人在这份通知上画了一个叉 写上了不同意 记者注意到500块钱后面有一个括号 写着租金380块钱 车位管理费120块钱 言外之意似乎是 管理费依然按照生活服务手册承诺的120块钱每月 并没有涨价 只不过现在要开始收租金了 孙女士说 等他回家后发现车子果然被拉黑了 无法进出车库 他告诉记者 买房时其实考虑过买车位 但当时开发商没有销售 当时商场这边地产商说 因为是商场 车位是不卖的 然后就标述了停车服务费 这个项目 而且指明说按照合同上是不会涨价的 然后我们就放心地把这房子买了 记者和孙女士一起找到了上海高利国际物业浙江分公司 在万荣城的服务中心 没有线到负责人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一位刘经理 那个首先我就跟你说 那个是开发商委托我们的 你应该找开发商 你应该找我物业的 联系上万荣城项目的负责人 对方让记者打融创客服电话 客服专线的 他说我让客服这边对接吧 因为我这个事情 现在我来说可能也不是很合适 收一下农创的这个 就是农创的400投诉 因为我们是整个农创集团都是统一的 我们马上反馈 联系您18300和81的手机吗 好的 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的吗 没有了 当然不合理 因为这边上场都快倒闭了 他还这样子 还出500块钱停车费 谁还来 警察已经警告我两次了 警察为什么警告你 就是说不能堵在那个门口 但是他我不是堵 他只是那个干不起来 我开不出去 好像交个300240 多元一交 他们不收 就要500 在业主群里 大伙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 交了物业费和没交物业费 是相同停车费 他觉得不合理 还有人发起了维权接龙 让大家把防号都报上来 记者采访时 已经有27人参加 截至发稿 记者没有收到融创方面的回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如果您的作用 就知道 并费和没交物业 词